滚蛋吧废话 误通口香糖会不会粘住肠子 不会 这应该是所有学生都想做的事 一 拆除学校 二 取消作业 三 学校突然停电 四 放假无限天 未经同意擅自拿走孩子压岁钱 属于违法行为吗 违法只能替你保管 是不是保管着保管着就没了 偷偷藏起来 家长千万不能打孩子这三个地方 否则后悔都来不及了 一 后脑勺 二 太阳穴 三 后背 四 屁屁 为什么厨师的帽子要戴这么高呢 为了彰显卫生 给人一干净的感觉 另外可以避免头发 头屑和汗水落入菜中 一个外国人出海捕鱼捕捉到了一条透明 在此之前 就连常年出海捕鱼的行家 也未曾见过这种鱼 更不用说知道它的名称 这种鱼叫做尊海鞘 晶莹剔透 十分可爱 古代打井时 为何要在井里放置乌龟 测试井水是不有毒 它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甚至比珍珠还珍贵 盗谷 民以石为天 为什么半夜不能穿红色高跟鞋 民间传说而已 不要迷信 随便传 如果一个人大量喝水 身体会发生什么 会造成水中毒 所以说要适量饮水 不要过度饮水 你知道为什么人死后 不能让猫靠近尸体吗 因为人死后身体会产生大量阴离子 而猫身上有非常多阳离子 两者碰到后会产生巨大反应 我倒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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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